诶 这里有一台新鲜蔬果诶 老板却不在 旁边纸牌写 要买菜请巴巴 只见老板闻声而出 青菜大黄瓜都二十 想要酱菜 甚至刚采收的蜂蜜也都有 诶 那个菜怎么卖 那个大黄瓜二十块 青菜也是二十块 减少群聚橄榄 农场暂停接待游客 不少农友改以线上卖菜 提供最新鲜的味道 这家农场主人 清晨三点就开始采收园内蔬果 百当门口谈未卖 尽管与在传统市场 卖菜时间相比 延长了好几倍 但也确保业者与顾客的安全 让消费者品尝到 新鲜的好味道 而人少的话 大自然也能喘息 生态快速恢复 看这群风飞舞 又到了彩蜜的时节 跟着农场主人 深入养蜂基地 看看收成结果 其实我们在收蜜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先把 每个蜜蜂箱打开之后 然后我们再把 就是把蜂片上面的 那些蜂蜜先把它刷掉 然后再移到另外一个箱子 然后移到另外一个箱子之后 我们会先盖好布 之后再拿出来到 我现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才会开始做 那个收蜜的动作 那我们一样就是说 会把那个蜂片上面的 一些蜜蜂啊 会先把它 不用刷子 先把它刷掉 让它不要混到 那个桶子里面去 那这样可以减少蜜蜂的使用 然后我们其实在收蜜的过程中 就是用蜜心 就很像十一斤那种概念 只是稍微转动 然后让把那些蜜甩出来就好 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完成 我们的采蜜的动作 那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 把那个蜂蜜收集 然后我们会收集到桶子里面去 那我们现在就做那个动作 不过这蜜蜂也实在是太多了 每次采收都这样吗 我们今天就是在收这个蜂蜜 大概差不多一星期采收一次 可是今天采收的蜜 比较没有上次那么多 上次比较好一点 今天好像蜜蜂都出来抢蜜 本来是蜜蜂 我们在摇它的蜜蜜蜂不会出来 今天就是外面没有蜜 没有留蜜蜜 所以所有的蜜蜂都来这边抢蜜 原来现在不是花蜜蜜蜜蜂没得忙 只好来采蜜筒旁了 虽然数量多的吓人 其实也反映出生态成果 只要有蜜蜂的存在表示 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天然 无人的场所 所以我们会用蜜蜂来去看 我们的场域到底安不安全 碰上疫情 农场也选择别于传统的畅销管道 加入社群团体 经营脸书粉丝页 也为农场另辟一条出路 现在防疫期间 其实还好我们就一样农场 只是暂停先休息 那不过我们还是会有农物 还是每天会耕种会采收 那我们还会在我们农场的门口 卖一些生鲜的蔬菜 每天就是今天有什么就卖什么 上网后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 官方网站 我们会伴出我们的蜜蜜 或是我们那个Facebook 我们也会上网去 我们今天有收蜜 然后我们会po一些 就是我们的采蜜的过程 然后民众有兴趣的时候 他们就会打电话给我们订购 新鲜蔬果有了不一样的行销方式 碰上疫情 是危机也是转机 换一个方式 让民众品尝在地新鲜的好味道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